各位鼎姐妹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 2021年的星期三 是月虎期的第19日 今天我仍然按着修订的经文列表 用诗篇的第84篇和大家分享信息 其实在上一年的5月6日 在一个讨告会讲可拉后裔的诗篇 已经讲过诗篇的第84篇 时间过得很快 教会因为疫情已经关闭一年了 可能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疫情是会持续这么久 所以当我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 特别是上载到YouTube的时候 在编号上我只能用到月和日 就没有包括这个年份 所以现在在新的信息 就要将这个年份都加上去 各位鼎姐姐妹 其实我是很怀念支持我们教会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是这么怀念 第二件事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当我找一些诗歌 配合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首故人的诗歌 这首歌正是取才自诗篇的第84篇 叫做《朝见永生神》 是在温哥华 一个叫做《仲恩旋律》的团队 一首的国语的诗歌 大家好 我请负责网上讨告会的电影姐妹 都是今天无论是国语也好 粤语也好 都是播放这首的诗歌 邀请只是收看讯息的电影姐妹 你也可以上YouTube 收看这首的诗歌 找到这首的诗歌的时候 我有一种很奇特的亲切感 其实是《仲恩旋律》 最初是早期的成员 如果不是全部 都是大部分的成员 都是在温哥华 《仲恩堂》的会友 我曾经在温哥华《仲恩堂》 是木会 在木会的期间 我只是负责到英文士工 我是他们的英文士工的传道人 但我也要负责 一个叫做梁善团的粤语团契 而主唱这首歌的 和写这首歌的 那个人 胡佩玲姊妹 其实他那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叫做Louise 他都是梁善团的一个团友 偶尔我都会在粤语堂 是港渡 我记得有一次 听到Louise姐妹 彈琴和领唱的时候 我就很欣赏这位姐妹 我记得最少有一两次 他为我们几个 牧师传道人 彈琴 我们在这个圣诞晚会里面 唱一些圣诞诗歌 其实眨眼已经离开了 重恩堂有成二十多年 过去这二十多年当中 其实我都会经常回溫哥华 去溫哥华 一定都会去这个 有可能都一定会去重恩堂 虽然有很多以前我认识的 会众都未必在 但是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的时候 当然也包括了Louise 驱使到我 其实一次又一次 回到重恩堂 几年前知道Louise姐妹病逝 心里面是很不舒服 大家都相信 神有她自己的美意 为什么我会说这些事情 因为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都在教会里面发生 当然我也知道 不是每一个回忆都是美好的 但是无论是好或者是坏 毕竟这些一切 是编织了我的人生 而且教会的生活 是我不能够缺少的一环 所以上一年 当我准备到 诗篇的第八十四篇的时候 我马上是留意到 一部一节的经文 就是在第十节 就是诗篇的第八十四篇的第十节 在上半节说 在你的缘语住一日 盛似在别处住千日 其实我和诗人可以说有这样的同感 今天这句话 或者这句经文 我仍然有同一样的同感 尤其我们已经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困了一年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 已经在思想中 就是解封之后 或者这个叫做 回复某个程度的正常之后 就是我们会去哪些地方 去哪些地方 去哪些地方度假 去哪里玩 这个是的 如果说回我们去度假 或者去哪里玩 其实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 有很多地方我是想去 当然我会去西雅图 去温哥华 去探望事务和我的家人 第一年的疫情 一年不可以在教会的场地里面敬拜 其实我相信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的缘故 而是作为神自己的疑慮 其实我很期待 我们和大家一起在教会的里面 一起敬拜神 一起制造新的回忆 我们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最少我自己是向往回教会 诗人 诗人 第84篇的诗人 为什么会看在你缘语住一日 圣似在别处住千日呢 我觉得很明显 和我们一样的 因为诗人长期不可以在神自己的缘语里面 甚至是看不到神自己的缘语 更加不能在神自己的殿里面敬拜 诗人 但是还记得之前是可以的 他记得之前是所带给他的喜乐的 他都觉得他现今 就好像在沙漠缺水的人 他渴慕到得到水源 他是同时间一样 他是渴慕到在神自己的殿里面亲近 当然在神的殿语里面有什么好呢 在神的缘语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诗人会那么向往呢 诗篇第84篇有一个标题 让我再一次讲标题 虽然不是这个经文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他都有他肯定的作用 或者是 最少这个若然是有标题的 就让我们知道诗人可能的身份 和诗人的背景 甚至是使用的调和乐器 诗篇的第84篇 他有一个标题 他就是可莱厚裔的诗教育寧长 用加特乐器 三首的诗篇 其实是提到使用到加特的乐器 就是第8篇 第81篇 和第84篇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我对这个加特乐器 没有任何的形式 我都不知道是怎样的 只是从文字上的理解 我估计是一种的 percussion 一种的敲击乐 至于可莱的故事 我已经讲过几次了 所以今天我就不会再讲了 但是从第84篇的第6节 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原之地 并有秋雨之腹 盖面了全谷 我估计诗人和他的国民 也曾经经历过忧伤 痛苦和流泪的日子 但现今已经是雨过天晴了 现今已经可以归回故地 就是可以朝拜神 所以请大家看这个第84篇的第7节 他说他们行走 力上加力 各人到石安朝见神 你看到他的excitement 那种的兴奋就是在这里 那种东西的 或者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84篇 我有些观察 第一个是 《万君之夜和华》 这个名称 出现了四次 在第一节 第三节 第八节 和第十一 第十二节 这个名称 因为他的缘故 我联想到两首的诗歌 第一首是 《赞美之全》的《万君之夜和华》 直接用这个名称 如果你是参加我们的讨告会 应该刚才都有机会 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 而这首第二首 是一首比较古老的诗歌 就是马丁·努德 写的 最少在这个《生平盛斯》 是翻为这个叫 《兼顾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这个《兼顾保障》 这首歌 在这个第二节 当然 中文的翻译 是看不到的 但是 英文 就很清楚用到 这个 Lord Sabaoth 这两个字 Lord Sabaoth 一般 英文圣经 都会用 The Lord of Host 来翻译 无论是 The Lord of Host 也好 无论是 Lord Sabaoth 也好 中文 我们就翻为 《万君之夜和华》 这个名称 其实第一次 在《撒姆尔记》上 第一章 第三节 出现 这些经文 这么说 《这人》 《满年从本城上到士罗》 《敬拜祭治万君之夜和华》 经文所提到的 《这人》 她叫做以利加拿 可能大家对她陌生 但对她的太太 就绝对不陌生 她的太太就是 哈拿 而她的儿子 《撒姆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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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使得人得性的 我相信為什麼《84篇》的詩人 是用到這個名稱 甚至是以這個名稱作為開始 在《81篇》的第一節 他說 萬鈞之夜和話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其實詩人也是用到這一句話 其實我相信他是回顧到他的經歷 將萬鈞之夜和話這個名字 這個德性的神的名字 和他的神儀己的殿宇 或者是他的居所是連在一起 第二個觀察就是有幅 有幅三次在這首的詩篇出現 第四節 第五節和第十二節 我都希望大家仍然記得 《福》的意思 當然我會比較喜歡 那個翻譯就是《福樂》 《福樂》 詩篇是三次提到有幅 所以可以理解到 叫做蒙福的一些途徑 那怎樣才可以蒙福呢 或者我們看看第八十四篇的第三節和第四節 他說 萬鈞之夜和話 我的王 我的神 在你祭壇那裡 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 焰子為自己找著 捕錯之窩 如此住在你殿宗的 便為有福 他們仍要讚美神讚美你 我不知道你們所住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過有著巢 不知道你們會怎樣做 我師傅曾經有一次看到我們屋的屋簪 有著巢 他就用把掃把打了下來 當然我和子女都看著他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想這是很多人的做法 但是在神自己的電雨裡面 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 特別在神自己的祭壇那裡 不會把雀巢打下來 意思是我們不會在神自己裡面被他驅趕 我們不會被他打下來 所以我們不會被他 以致我們顛沛流離 我們都看84篇第五節 靠你有力量 心中賞旺 石安大道的 者人變為有福 我相信這一節 我不需要有很多的解釋 我們都看84篇第十二節 曼君知耶和華阿 以靠你的人變為有福 最後一個觀察 兩次細拉的出現 在第四節和第八節 特別是在可拉的詩歌裡面的作用 我會這樣理解 是會來分斷 這個詩篇的第八十四篇 來分斷 除了分斷之外 為何會覺得神的電是這麼正 也都是他自己理解的 所以叫做蒙福的一些秘訣 我會把這個詩篇的第八十四篇 因著這兩個細拉 可以分為三段 我會這樣分斷 第一節 就要到第四節 就是 渴慕神的安息 起碼詩人有這樣的渴慕 可以在神自己裡面得到安息 而他也知道 在神裡面得到安息 那個地方 就是在神自己裡面 在神自己保護的範圍裡面 所以他才能真正得到安息 可以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顧忌 而這個第五節 到第八節 詩人也都渴慕到神的安慰 經過流離 經過流淚 經過的傷痛之後 詩人其實是需要到安慰 而他也知道到 安慰在神那裡可以得到 可以在神自己的聖所裡面 他可以經歷到從神以來的安慰 然後第三段 從第九節到第十二節 詩人渴慕到神所給到他的安慰 很明顯的 一個經過流離失所的人 是需要到安慰 需要到從神所給到他的安慰 各位頂師妹 其實我們已經一年 沒有回去教會敬拜 雖然在過去一年 我們可以在網上敬拜 但起碼對於我 總是覺得若有所失 總是覺得有些需要 是未曾得到滿足的 那究竟是少了什麼 究竟有些什麼不足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少了的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我們之間的團契 少了的就是頂師妹之間的配搭 我們可以一起來侍奉 我不知道大家還會不記得 是之前的譬如是感恩節的晚會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是頂師妹那時候是爭先恐後的 要上去台上來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都準備了很多的食物 大家一起來分享 因為其實除了個人敬拜之外 我們其實是需要到群體的敬拜 而敬拜不是一個的show 是你在電視旁邊 或者在你的手機可以看到的一個節目 而是我們一群信主的人 能夠彼此可以口唱心和 一起的向神讚美 一起聆聽神自己的話語 我們一起可以在神自己的練練 我一起唱詩歌 我聽到旁邊的歌唱 就算是走音也好 我覺得都是一種的味道 我覺得都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頂師妹 跟詩人一樣 其實我渴望到神的安息 神的安慰 神的安穩 神是往往 其實是透過教會 是供應到 祂自己的安息 安慰 和安穩 給我們 各位頂師妹 你也會問 least什麼也了 好